直播放 明星大跟午餐 很多年前我和商業伴供 去一個旅行, 在美國 當時我們去一間餐廳 基本上一個欄後面已經是甜點 我們很容易吃到飯煮 那时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 我们就很刺激 到底在香港能否做到这件事 十几年前的一个经历 令到Ada决心开设农场直送的餐厅 而在课源选择方面 就要符合她所坚持的理念 在我们去找一些食材 甚至在一些菜、供应 或者在一些农场里面 就算是外国的农场 我们也是想找到一些 开始做发展的方向的合作单位去做 但支持本地农户 无可避免地会推高成本 但Ada说她会亲身度 和餐厅合作的农场 了解农地种植情况 和出品的质素 她说绝对对得住价钱 她们初初可能会觉得 为什么要一个沙律或者饭 要收我差不多一百元这么贵 她们都会有这个问题 其实客人久了之后 她们会明白 我们提供一些本地有机蔬菜 在餐牌上的食物 尤其是疫情之后 她们更加觉得她吃得健康 没有农药 亦是平衡健康 这件事 她们更加注重了这件事 所以她们接受了 这个价钱会议会议 这个宝贝还在生出来 很可爱 这里还有一条 除了采购 部分食材更由她自家种植 食客可以品尝得到 来自天台的新鲜味道 我们餐厅很幸运 在一分钟之内 其实已经出到这个天台间地 这里大概有12幅的田 其实在天台 我们可以种自己喜欢的农作物 这里种的以配菜 调味料为主 例如餐厅的自家制辣椒油 里面的辣椒就是出自这里 由餐厅的天台农场直送 将刚刚摘下来的自苏叶倒碎 加入梳打水 就是一杯清凉的饮品 简单就可以饮到 食物最纯粹的味道 如果想进一步亲自体验农业 其实不用去到山卡了 穿梭食市森林 用一程升降機的时间 在城市里面 都可以找到绿色天地 其实香港是一个比较高度密集的城市 如果你在Google map 看回卫星图 你会看到 其实有很多限制的种植空间 这些空间包括天台 停车场那些地方 如果可以善用 其实可以开发成一个耕作的地方 林世昌在天台种植已经有十几年 他说香港市区受热岛效应影响 加上每一个天台的环境都有不同 天台农夫更加要望天打掛 每天都要做很多观察 包括看天文台 看天气 看云 反而反过来 以前那些二十四节气 其实就不太靠得住了 因为地球整个都在改变 其实气在变 它可以做一些三口 但是用它来做标准 其实现在都不太行得通 他经营的天台农庄 请来Kimble Sir教授种植班 令到新手农夫都可以享受到种植的乐趣 Kimble Sir说天台耕作 和复兴香港农业一样 都是一场冒险 一分耕耘未必有一分收获 但大自然总会给一些惊喜 他说除了令学生落手落脚种植 最重要的是透过耕作 令一众都市人减压 很多人上来种 就要种来开心 甚至有些人开头上来种 很怕虫 后来都够胆去捉一些无害的虫 在手里玩 都有的 由一粒种子 到一棵棵可以食用的农作物 当中的过程 有农夫很多的汗水 亦都有很多坚持 曾经体验过种植的人 基本上他都知道 粮食其实来都不易 他对粮食亦都会有一种新的看法 和新的一种尊重 对一种健康食材的要求 因为他自己种过一棵菜 和你在街上买的同一棵菜 的价值其实很不同 你自己种过一棵菜 就基本由头吃到糯米 即可食的部分 你都会吃完 即你不会浪费 因为那里其实是包含了很多的 劳动 即是投入 在里面 要以都市农业 提高本地蔬菜自给率 推行起来并不容易 最低限度 要被都市农夫 可以藉着收成维持到生活 那里面 除了我们的气温要适合 纯粹是靠一个兴趣的话 其实他的发展是有限的 那我们希望 就是越来越多人去投入 在这个都市种植 或者都市农夫这个行列 那尝试利用这件事去生存 那我们都有自己种我们的农产品 然后卖出去的 那譬如我们都有种些瓜瓜菜菜 买回给农友的 那也都有种些花 种些东西去做一些副产品 即是可以将产品的价值再提升一些 无论是新界的农地 亦或是空间有限的天台农场 未来的发展都要面对很多困难 復兴香港农业并非一朝一夕 仍然需要更多有心人不断尝试 才有机会在劣景中开发结果 开拓生存空间 对 对 对 我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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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